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徒手把一座大山内部掏空 在里面挖出个仪式一厅 里面不仅有温暖大气的壁炉 还有一张柔软舒适的大床 保准一走一过没人能发现 由于上一个庇护所搭建在树洞里 但奈何空间小不够隐蔽 经常半夜有野猪来光顾 卡尔不得不背上行囊重新启程 他路过一个小山沟 发现一旁的树洞里有个密蜂窝 于是果断地对着树干发动攻击 中途只能靠吃蜂蜜进行冲击 在补充完足够多的卡路里后 终于发现了一处小山坡 其坐南朝北的位置每天都能沐浴在阳光里 干脆决定在这里建个小窝 卡尔一言不合就开挖 虽然是个斜面坡度 但卡尔还是张弛有度 一把铲子在他手里不停挥舞 潇洒的动作宛如一只猛虎 很快就挖出个不大不小的深坑 然后他并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完全就像个不知疲倦的机器一样 重复着相同的动作 铲子在他的操控下精准地凿着每一寸泥土 就这生猛的挖掘技术一点也不含糊 这片介于坚硬和松软的土地 也给挖掘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总结了上一次的失败经验 他准备把这座大山掏空 在里面挖出个仪式一厅 来避免晚上被猛兽清洗 至于挖出来的泥土他也没有浪费 准备把整个面积向外拓展 把周围的土地进行找平 而后他找来两根手臂粗的木棍 并将其一端进行削尖 准备给门口安装立种 接着用工具锯出线条 再用小刀劈砍出凹槽 来给顶部当作衡量 虽然看上去粗糙了一些 但一点也不耽误卡尔打造大门 只见他把几个木棍拼接在一起 就得到一扇安全感爆棚的木门 底部再用线绳进行绑定 就可以让他们洗劫连里永不分离 剩下的木棍他也没浪费 继续给拼接成一个整体 给庇护所顶部的逃伤口 完全的都给覆盖住 现在室内的格局已经相当宽敞 要说还缺点啥的话 那就是一个温暖大气的灶台 为此卡尔也是规划好大体的轮廓 很快挖掘出一个不大不小的坑洞 既然要长久的居住下去 上方当然要打通个烟囱口 用来连接下面的灶台 最后上方再安排个烟囱管道 为了使其密封性更好 卡尔找来上好的黄土 再通过山泉水的滋润 就能做出来野外最强混凝土 为了防止一氧化碳重力 他都要用黏土把缝隙处进行覆盖 接着去远处找来干枯的芦苇杆 并将其全部团结在一起 结成所需要的长度 为了能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 他拿出一张瘦大的红心布 用提前削好的木栓进行加固 铺垫在提前预留好的土炕上 使得整个台面更加规整 然后把芦苇杆平铺上去 最后再铺好被褥 躺上去那是相当的给力 现在就这隐秘的程度 保准谁来了都找不到他 为了保证门廊两侧更加牢固 他继续把这种加工好的木锥子 一根根整齐滑一地固定上去 这样就算是刮风下雨 也不会有泥石流的风险 完成好了大门的工作 也该到了干饭的时刻 老样子点燃干柴烈火 先给壁炉进行烘干 接着给自己烧上一壶山泉水 卡尔也拿出两块钱一袋的素食泡面 在经过热腾腾的开水浸泡以后 就能吃上香喷喷的美食 至此卡尔的庇护所完成 随着夕阳的余光慢慢退去 卡尔也回到了自己的庇护所 准备好好的睡上一觉 这才刚刚躺下没有一刻钟 外面就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成群结队的野猪奔着卡尔的气味而来 看来是卡尔不管到了哪里 这些野猪都会跟着他 搞得卡尔也是措手不及 好在没有把木门给顶开 这是我见过最有安全感的庇护所 因为它坐落在两根百年古树之间 利用上百根原木打造而成 里面的壁炉不仅可以用来干凡 其远离地面的设计 更是避免了野猪的攻击 大城市卷不动的瑞克 只想来到野外讨生活 他来到了原始森林深处 发现了一棵棵笔直的百年古树 其粗壮的树干让他充满了安全感 当即决定在这里安家落户 只见他拿出自己的家伙身 接着几个跨步丈量好大袋的位置 开始用铲子挖出几个半米深的机坑 准备利用一旁的古树搭建庇护所 这就少不了几个衬手的工具 先用锋利的小刀削了根木棒 再重新把自己的战斧进行加固 有了锋利的战斧做辅助 收集原木才会更加革心硬实 很快就结了一根金状的原木 然后将其稳稳地放入机坑 底部用黄土给夯得结结实实 锐克一连按了两根承重柱 这样就可以用横梁连接到一旁的大树上 来作为有效的支撑柱 考虑到今后还要爬上爬下 锐克三两下就做了个木梯子 有了结实的梯子做辅助 搭建起来就会轻松很多 只需要用十里米长的冰子进行加固 直到围绕着两棵百年大树 搭建出一个稳定的四方框架 有了合适的木棍做基础 他继续绑来成群结队的木棍 相对于粗状的原木 这种较为细小的木棍更适合用来搭建 只需要一根根整齐滑一的排列好 安装简单且非常实用 每一根细木棍都固定牢靠即可 保险起见锐克在每个框架的夹角处 都会重新用木棍进行有效的加固 接着找来一根粗状的原木 将其一端销出合适的凹槽 给底部的立柱进行加固 让彼此连接的更加紧密 要说小伙经验多 到哪都能很洒脱 有了合适的平台做支撑 他继续用木棍向上搭建 为了能防止野兽的清洗 他准备做个悬空的阁楼 转眼间一场大雪悄然而至 随着冬季的到来 白雪覆盖在整个大地与树木之上 锐克并没有急着搭建地库水 而是先给自己挖了个小坑 接着劈砍一些干燥的木材 搭建个简易的篝火堆 让整个冬天也有一丝温暖 在补充一些卡路里后 他打算先给后部安排上墙体 有了两根百年的古树做支撑 后排安装起来瑞恩就放心许多 屋顶必须要用人自行框架 三个人的爱情都靠谱 三角形的框架最稳定 戴的把木屋固定好以后 锐克拿出一张硕大的防水布 将其全部覆盖在整个屋顶 既能起到保温隔热的效果 还能有效阻止四处溜达的小夫 为了防止透明薄墨离家出走 他都会用领条进行加固 直到形成一个网格框架 这也就可以大大提升屋顶的承重力 接着锐克利用松枝做载体 去附近收集来很多苔藓 想要生活过得去 头顶就要带点绿 这种双层防护更安全 就像八块腹肌的我一样给力 完成好屋顶的部分 锐克继续长来细木棍 将后部的三角口进行填充 虽然三角形框架稳定 但原木可是没少用 从长到短一次固定 这活干起来真是要人老命 在他专注且耐心的工作中 很快就完成了木屋的搭建 这还没完他继续长来松枝 由于这种松枝密度比较大 堆积在一起非常厚实 用来给室内做防护简直再合适不过 其柔软的质地大大提高了保暖防松性 能让自己睡得更加舒适 为了让庇护所的保温性更好 一体式壁炉肯定要安排上 最起码能让这个冬天不再寒冷 再用小刀加工好萤火的碎木屑 老样子先点燃冬天里的一把火 随着烟囱冒出一缕鸟鸟吹烟 锐克顺手点燃煤油灯 布置好自己的床单被折 随着壁炉燃烧得越来越旺盛 锐克也开始制作今天的美食 趁着加热的功夫 他去下面又加工了一些木材 来为今晚的取暖做好现身工作 既然想要在野外生存下去 就要利用周边的全部资源 虽然看起来拮据了一些 但关键时刻完全能用得上 熬累了一天荤素搭配才是最好的选择 看着锐克吃得津津有味 至此这座屹立在森林中央的庇护所完成 他可以沉浸在大自然的世界里 享受着独一份的安然明镜 别看木屋的面积不大 但悬空的设计 保准能有效阻止野兽的攻击 锐克在壁炉的温暖下 安然地睡了过去